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B 還有Discord 那今天這集的影片呢 來介紹一下他的戰鬥系統的部分 然後有這個機甲破壞啊 近戰攻擊跟遠距攻擊 以及這個機師的職業 然後跟這個抽這個機師 還有機甲的環節 那我們繼續把影片看下去吧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款手遊的職業的部分 那這款手遊職業有六種齁 分別是格鬥家 突擊手 狙擊手跟 戰術家 守護者跟機械師 那格鬥家的話就是 格鬥武器作為主要輸出 然後可以擅長再攻擊 一擊破敵 那突擊手的話 就是突擊武器為主齁 這高爆發單次攻擊 可以趕快擊破敵方的耐久度 那狙擊手的部分呢 就是主要用射擊的武器 然後可以自由的選擇攻擊的部位 比如說就是軀幹 右手部位跟左手部位 那再來就是戰術家 他可以同時攻擊多個人 然後使用戰術武器進行超遠距離攻擊 而且不會觸到反擊 這一點是還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守護者 守護者就是重型的機甲 然後可以保護 保護隊友 跟限制敵方的行動 這保護比如說像狙擊手啊 或者戰術家這種職業 然後再來最重要就是機械師 機械師可以想像是補師 啊可以修理機甲啊 可以輔助我們的友軍啊 這個通常戰場上呢 是必帶一個職業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格鬥家的重裝攻擊啊 我們要看一下紅的這個分拳啊 好那突擊手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戰道抽速 現在攻擊的傷害其實蠻高的哦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狙擊手啊 好 好精準射擊齁 在這個位置 好 我們來攻擊其中一個部位 右手部位把它破壞掉 那敵方就不能用右手這個武器做攻擊的齁 我清楚你的底細 我的線彈槍 這敵人的手臂被破壞之後呢 他右手的線彈槍就不能攻擊了齁 OK 我們看一下這一隻齁 這個戰術家的部分 那戰術家有一招啊 就是有點像是導彈攻擊啊 他是一個範圍技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都實驗樣本 尋找弱點 那戰術家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遠距離攻擊 然後又可以範圍攻擊這樣子齁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守護者的職業齁 他就是坦克 不用擔心 我就是隊友的盾牌 好 所以這個就是標準的防禦齁 那他盾牌也是會被打打掉了齁 OK 好我們示範一下機械師齁 那就可以幫忙補血 好就是這樣 那在戰鬥系統的部分呢 主角凱登齁 有這一個 右手跟左手的武器 一個是直營者齁 一個是重裝 那分別是遠程武器跟進程的武器 好在 重裝的部分呢 他只能一格的範圍 那在直營者的話就是兩個齁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戴娜好 戴娜的 攻擊呢 他主要一個是超遠程的攻擊齁 這個精準射擊的部分 那這個精準射擊的部分呢 他就可以 對機甲 左部位 破壞 那我們這邊選擇 右手的部分 我看見 好這樣就是把敵人右手拿武器的 這個部位給破壞掉 那敵人 就不能用右手這個 限彈槍的武器的齁 好那 雷文這隻角色呢 他又一個是進程攻擊的齁 我們來看一下 鬥牛4 進程攻擊 所以就是有 兩格範圍的遠程攻擊 然後一格的進戰攻擊 那跟這個 遠程攻擊的齁 那另外一個遠程攻擊呢 就是這個 戰術家齁 像這一隻 西塞羅齁 你花費 三格的AP齁 三AP 然後可以放這個導彈 然後這也是屬於遠程攻擊的部分齁 而且還是範圍技能齁 那你多實驗用本 好 總之呢就是在 這款手遊 裡面呢 是沒有屬性克制的部分齁 可以靠 你的機甲機師的這個 AP 去做不一樣的攻擊 就是搭配機師 以及不同的職業啊 會有這些射程攻擊部位 跟部位指定的變化齁 所以這種玩法 真的是有非常多種的玩法 那 大致上的戰鬥系統 就差不多到這邊齁 總而言之呢 關於這個 部位破壞齁 這個真的是 蠻有趣的 我還蠻喜歡這個設定的齁 好 我們來體驗一下 就是這款遊戲的 招募的部分齁 就是抽卡的環節齁 那他有分這個新手卡池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手卡池部分 然後新手卡池 那 10連幣的一個S級嗎 也就是說應該這個只能抽一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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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老闆你好 突擊員 喬恩布魯 你好 小年拉賽爾 多米赫馬方面的請負責人 希望能與諸位你好 我是北路聯合海豪軍 我是我想要的那一隻 招募的一想就還不可以重新抽取哦 真的假的 那我要白月 那我要白月 因為白月在這幾隻裡面算是不錯的角色 好 確認 哎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給新手伯利蠻好的 因為他可以讓你選 哎 還不錯哎 為什麼我會想要選白月呢 呃 因他的攻擊是可以就是一圈放在內 他是有一個範圍攻擊啊在一圈 這蠻喜歡的 這個技能的部分 然後他用這個圖字的技能 然後呢就是你的算力啊 打到7的話可以再獲得再行動啊 這每回合可發動的次數又可以再加1 就是這兩個是讓我很想要抽他的原因 然後可以選擇的話 可以重新再選 抽到你想要的角色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繼續抽 我是想抽紅了 第二隻是想要抽到紅 紅 北路聯合所屬 你好 我是你我是貝拉圖 我是北路聯合海 彈上你的紅向你報道 哎 看我的眼神別那麼緊張 這麼容易 我不會打你的 至少現在不會 好 太快了吧一下就抽到了 看一下哦 然後紅的技能是有一個就是擊破部位之後可以發動再攻擊齁 然後他是輕型的 機甲 輕型機甲 好 好 然後我記得有有他有一個招式的蠻 可發動再攻擊可以完全移動 是攻擊之後可以再移動 但算力要到1的時候 好 這這隻也是我推薦的 要抽到角色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再行動 一會目標的時候呢 可以再發動再行動 使用完整的移動力 通常在行動的角色就是還不錯了 好這邊有算力到7 可以在行動跟在攻擊齁 每會合發動次數只有一隻 這個就是我想要抽紅跟白月的其中一個原因齁 好 那再來 我們來抽抽看落沙 好 落沙 沒有沒有抽到 沒有 四十次招募必得S級技師 哎那其實還不錯 沒有 我要第四隻手了 我的名字是李貝卡克勒澤 哎 才三十嗎 你好 有了 四十 沒錯 我就是愛 但我其實不是會想到這一隻 我要落沙 沒有 六十 三十 三十 這邊會告訴你說 這幾次會一定會抽到二十幾幾次 哦 是這樣是這個意思 沒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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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難抽了你好啊 我們來看一下落沙 第一次 若莎 突擊手哦 若莎是突擊手 然後白月的話是格鬥家 紅的話好像也是 格鬥家對也是格鬥家 好那除了機制可以抽以外呢 這個海運啊 就是海運就是抽這個機甲 裝備的部分哦 那我們先抽這個新手哦 登倒者特惠狗子一樣哦 三四十年內必獲得一個S級的機甲哦 怎麼覺得 可以直接跳過嗎 可以 有中嗎 要三次嗎 所以看起來是沒有 沒有 沒有 好 再一次 要中了 吉爾萊斯 OK 哇 帥 動型機甲 好 再來我們來抽這個 好我們先抽這個 八次十年內獲得S級機甲八次 他啊 哦他這部線不錯 這一個我記得滿不錯的右臂 ok 再來 去幹 好多東西哦 超多 公椅 啊中間那一隻拿到的話就是 這是整套部件啊 又是公椅公椅好像很多很多個 好這應該要中了 開破者左臂 好再一次哦就有了 有了吧 應該是了吧 有了 啊 yes 插這機甲 是大家蠻推薦的哦 ok ok 帥啊 這還蠻帥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120抽就一定可以獲得差 好 那我們來抽這個 格萊羊 餓龜 鐵蠻 鐵風 啊再五十次哦 五十抽 哎呦有了 回來哦有了好在這裡抽到了 那這兩隻呢 我記得大家是先推薦這個他 他先抽到會比較好 反正就是可以抽機甲 然後跟抽這個機師 然後最後呢要宣傳一下 封測的活動哦 那在封測報名的時間是 3月25號到4月7號 那封測開始的時間是4月11號到4月15號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關注官網 或是粉絲團 那也可以點擊影片的說明連結 那在封測的活動頁面呢 會在3月25號推出 成功報名的話呢 封測期間 每日贈送遊戲內一萬元的點券 還可獲得封測限定的規章 好 是這樣 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 影片底下留言跟大師做討論 那喜歡我的頻道呢 請按下訂閱鈴鈴鈴鈴鈴鈴 這我的IGFBtwitchBBD還挺高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